今年3月英特尔推出了台式机的11代库瑞处理器 我们当时做完测评是非常失望的 老旧的14nm工艺 强行扩大规模 带来的结果就是功耗高的惊人 核心数反而更少 再加上放不下缓存导致同频游戏性能还打不过笔记本H45平台 恰好对手的Zen3还相当强势 5800X的性能就已经可以媲美11代i9了 功耗还低不少 而5950X就直接像是另一个次元的产品 就降维打击你知道吧 受到如此的气质打入 卧行长短的英特尔拿出了我们今天视频的主角 代号奥德雷克的12代库瑞处理器 奥德雷克是一个各方面都非常新的处理器 首先先在工艺上 12代终于摆脱了2015年发展至今的14nm工艺 用上了全新命名的英特尔7工艺 真是可喜可贺可喜可贺 说到这个英特尔7工艺 其实就是英特尔的第三代10nm工艺 他们的10nm工艺从密度上讲和台积电的7nm节点见似 但是英特尔在工艺命名方面以前一直相对老实 这样就从营销上讲非常劣势 所以这次英特尔就索性把第三代10nm改名叫英特尔7工艺了 以前在路线图里的英特尔7nm工艺则改名叫英特尔4工艺 你听听英特尔4工艺 好像比苹果M1系列用的5nm工艺还先进一点 营销这块英特尔也算终于是玩明白了 其次是新架构 架构上的新要分为两个层次来讲 宏观上讲的就是大小盒设计 这个大家应该已经听说过了 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 12代的大小盒和安卓高通的大小盒可不太一样 因为它的小盒可不是像A55那种美其名曰节能的残废核心 英特尔的小盒IPC是可以和Skylake媲美的 也就是10900K的水平 所以从设计思路上来说 其实英特尔大小盒更像是苹果数据器的那种思路 也就是超级大盒加上常规大盒的设计 诶 那有同学可能会问了 我一个台式机 干嘛不给我全塞超大盒呢 我又不在乎功耗 你别急 英特尔做大小盒自然是有原因的 第一个原因 你可能想得到 是降低成本 因为半导体里面 芯片的面积就等于钱 你看这四个小盒才顶着一个大盒的面积 多盒性能却更强 等于说实现相同性能所需的面积减小了 自然是省钱多了 但其实除了省钱这层以外 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 这就不得不提到 英特尔从二代酷睿以来 一直在桌面级酷睿上坚持的环形总线结构 顾名思义 环形总线结构就是把处理器里的各个部分都串在一个环上 因为结构简单 所以在节点不太多的情况下 环形总线可以带来相对低的核心延迟和相对高的带宽 通常来说游戏性能也会更强 但是环形总线的缺点就是节点不能太多 因为节点一多就会让总线上距离比较远的核心 像这一颗和这一颗 对吧 就会产生比较大的延迟 英特尔用Skylake 探了五年路的结论就是 不要超过十个节点 但如果你全用大核 十核心的i9还想和16核的R9竞争 简直是痴人说梦了 所以英特尔把四个小核做成了一个醋 这样四个小核就只占用一个总线节点 于是就可以保持在十个节点数量的情况下 把核心数量从十个大核扩充到8加8个核心 同时还不影响大核之间的沟通延迟 这样就能在不牺牲游戏性能的情况下 完成多核峰值性能的堆砌 但为了不让小核影响到游戏这种单核性能极度敏感应用的性能 英特尔做了一个硬件调度器 和Win11系统层的调度配合 就可以让游戏这类应用优先跑大核 整个调度逻辑是 物理大核 大于物理小核 大于超线程 我们后面的测试里也会测试一下 12代搭配Win10和Win11的游戏性能有多大的差异 架构层面的第二个层次是微观上的全新架构设计 想想看 去年这个时候英特尔的旗舰机桌面CPU 还是来自于2015年的Skylake架构 2015年啊 今年直接连着换了两代架构 按照英特尔官方的宣传 新的Golden Cove大核 相较于11代的Seprax Cove大核 有着19%的提升幅度 这个提升是否属实呢 我们也会在后面的测试里做一下验证 最后是平台 12代的平台 可能是这几年间PC平台最大的一次换写 你能看到的地方几乎全是全新的 新的LGA1700插槽 DDR5内存 PCIe 5.0接口 以及有可能的 在以后会出现在主板上的全新电源接口 所有的这些东西都给我们传递出一个重头再来的信号 但这里我还是要提一嘴 DDR5内存作为新标准 初期恐怕还是性价比太低了点 那么后面的测试里我们也会对比DDR4和DDR5内存下的性能 来看看这么贵的内存 对你来说到底是有用还是没有用 那架构方面聊的够多了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次测试的两款处理器的规格吧 首先是旗舰i9 12900K 8大核8小核 30Mbps 3级缓存加14Mbps 2级缓存 缓存规格相当的高 全核4.9GHz 单核5.2GHz 的锐频 意味着英特尔7公益的频率潜力 搞不好比14nm还要高啊 另外一颗是i5 12600K 6加4核设计 缓存收水到20Mbps L3加上9.5Mbps L2 全核4.5GHz 单核4.9GHz 的锐频 就让我开始好奇它的超频能力究竟如何了 介绍一下测试平台 这次我们测试搭配的主板是ROG M14H 是这次推出的几张ROG纯写主板里面定位最亲民的一张 但它还是提供了20加一项搭配90MOS管的供电设计 而且为了兼容更多散热器 M14H同时支持新款的LGA 1700散热器 和旧的LGA 1200散热器 所以说如果你想应急使用的老款扣具也是可以装的 不过为了最好的性能 我还是建议你使用新扣具 顺便提一句 如果你之前购买了华硕的水冷 你可以去ROG会员小程序申请LGA 1700扣具 这次Z690新平台用上了PCIe 5.0 显卡插槽就是PCIe 5.0 X16 那么当然芯片组引出的PCIe目前还是4.0 5.0现在其实没有可以支持的设备 可以说是在站位来了 Io接口方面 M14H也提供了两个雷电4接口 整体上接口相当全面 这张板子还有一个设计让我们这些天天拆显卡的人很开心 就是在内存插槽的边上设计了一个按钮 用来快速解锁显卡的PCIe插槽 M14H使用的是DDR5内存 但是我们也找了一张Tough Gaming Z690 Plus D4来进行测试 大家也可以猜一下D5和D4到底有多少差距 那么除了来自华硕的两张主板之外 内存我们使用了DDR5 6000C40套条和DDR4 3600C16套条 大小都是32G 测试当中我们会优先跑DDR4的性能 但也会额外对比下DDR5 显卡为了避免瓶颈 使用了公版的RTX3090 为了让各家都发挥出最好的性能 操作系统AMD平台我们使用Win10 Intel平台我们使用Win11 但是我们也会单独测试12代在Win10上的表现 同样为了公平起见 我们在Intel平台开启多核性能优化来解锁功耗墙 AMD平台也选择了解锁功耗的PBO Enable档 来一场真正硬碰硬的对决 接下来就开始最激动人性的性能测试吧 那我们先从专业软件开始 3G Benz R23代表的是C4D的三维渲染性能 i912900K的多核性能相较于上一代的1190K 有将近80%的提升幅度 接近于被杀 不过和16个大核的5950X相比 还是略逊一筹 12代的单核性能相较于11代和Zen3 提升超过了20% 相比于10代10900K的单核性能 提升甚至超过了40% 但我最在意的其实不是i9 而是i5 这颗i512600K已经成功干掉了前两代的i9 第一个项目12代就来了个下马威 这12代看来是有点东西的 我知道有些同学对于R20的分数会更有概念一些 所以R20我这里也放下来供大家参考一下 接下来是Adobe全家桶的性能 AE最近刚刚更新到2022版 这个更新是非常重磅 终于可以支持多核渲染了 相比较于2021版快了很多 但即便如此 单核性能依然是AE最看重的方面 12900K凭借着架构频率的双重优势 还是一众处理器里表现最强的 即便是i512600K 在AE的表现也是仅次于12900K的存在 表现还是相当不错 来到视频剪辑软件PR当中 多核性能就至关重要了 在PR中12900K的表现就略逊于5950X 其次是12600K和一众老处理器 那PR剪辑还是何多为王 修图性能的PS比较吃单核 12代表现一直独秀 哪怕是12600K也干掉了所有的其他处理器 而在Lightroom里面 尽管大缓存的Zen3表现很不错 远强于之前的i9 但12代仍然要更胜一筹 以上这些特色都是拿DDR4跑的 我们也跑了一下DDR5的性能 在AE、PR和LR中 DDR5确实要更强一些 尤其是对内存比较敏感的Lightroom 差别是比较大的 对于Adobe这些创作应用来说 DDR5目前算得上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东西 再来看看达芬奇 达芬奇其实没什么看懂 因为现在的达芬奇时期实在是优化太好了 可以大量利用GPU 不会对CPU提出太过分的要求 所以这几款出去的差距其实并不是很大 达芬奇还是优先去考虑显卡性能 还有更大的内存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视频转码 Handbreak转码测试中 12900K稍逊于5950X i5的12600K则是打败了i9 11900K和5800X 但是比起10核的10900K还是差那么一点点 与此同时 DDR5的表现好像并没有比DDR4强多少 内存对于转码的影响还是比较小的 但是内存对于压缩和解压的影响就比较大了 在7Z部测试中 DDR4和DDR5拉开了显著的差距 尤其是压缩方面 DDR5强了一大截 不过解压这块的5950X依然还是最强的 凭借着大缓存和16个大核的强大规格 它再次证明了振三架构的威力 我们再来试试U14游戏制作看看光照烘配的性能 那么火星组这边 8加8的12900K 在这一项接近16大核的5950X 在地球组这边 i5的12600K也和5800X和10900K比较接近 反正都比11代的那个12900K强吧 与此同时 D4和D5内存在U14里面表现依然区别不大 接下来我们还使用VS2019编译了Dolphin来看看编程的性能 那在这项里的12900K也是稍逊于5950X 8加8和16大核能接近就已经不错了 10核的10900K也要强于12600K和5800X 不出意外 119900K依然是垫底 对于开发来说 依然是大力出奇迹 此外 D5在编译任务里面依然没有什么卵用 总的来说 专业软件的表现上 对于强烈依赖单核的应用 12代是干翻全场的存在 而综合性能来讲 12900K是和5950X接近的水平 而12600K则可以达到甚至超过前两代的i9以及R7 5800X 看到这个结果 任务用户也许还不会太纠结 但是年初如果你买了119900K的话 我是真的很同情你们 那么我想你现在的心情应该和88用户当时看A15评测的时候差不多吧 纵向去看提升幅度的话 英特尔这次确实是一屁股坐在牙膏管上了 单核称王 多核追上阵三 这也让我更加期待游戏当中12代酷睿的表现了 我们先来看看竞技网游当中的表现 CPU影响最大的一个游戏 CSGO 12900K 凭借着优秀的架构加上大缓存 拔得头筹 飙到774针的平均针相当给力 12600K则因为频率保守加上缓存的阉割 相较于开启PBO的580X稍弱一些 但比起i9 11900K和10900K 这颗i5还是强了太多了 DOTA2的TI录像测试 5950X还是比12900K略强一点 580X也略强于12600K 看来对于DOTA玩家来说 Zen3依然是最优解 不到了路拉路里 12900K凭借着架构和规合的双重优势 领先幅度不小 12600K则是接近Zen3两兄弟 相比于前两代i9 这新i5真是强了太多了 那么最后一个网游 我们跑了最终幻想14的6.0版本 参测选手的差距就比较小了 12900K不用说依然是保持领先 12600K则是和580X和5950X接近 至于两个老i9呢 还是太走吧 看来12代跑这些高帧绿网游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光用DDR4就已经很给力了 那插上DDR5内存会不会更强呢 可惜并不会 DDR5在四款游戏里的性能 居然有三款都要弱于DDR4 我们用的还是6000的高频DDR5呢 这个表现反正是有点尴尬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来跑一下Ada64内存缓存测试你就知道了 虽然DDR5的带宽很高 但它的延迟也要比DDR4高很多 之前的专业软件里面有些对于带宽的需求比较大 比如说Adobe的软件 或者说像解压和压缩这些 那DDR5可以获得优势 但对于绝大多数游戏来说 延迟往往比带宽更重要 所以反而是便宜的DDR4内存表现更好 从性能上来讲 至少目前DDR5还只是个未来可期的水平而已 再考虑到它高昂的价格 实际选购呢 这代我肯定是更推荐你使用DDR4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跑几个策略类游戏看看 首先是刚推出的新游戏 帝国10代4 两颗12代处理器的表现非常不错 包揽一二名战胜了Ryzen 更不用说11900K了 文明6代AI测试 12代的两核处理器再得了两分 单核性能的优势确实是实打实的 而城市天际线的测试中 12代更是上演了帽子戏法 带来了巨大的提升 12900K比起12900K快了将近35% 12600K也要远远强于ZN3和上代i9 这个表现堪称是统治机的 非常给力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了七寒二当中 看来对于CPU内核性能极度敏感的策略游戏里面 12代的优势非常明显 完全称得上是大获全胜了 我们再来看传统的3A大作 比如像画面感人的《苦恼惊魂6》 12900K依然是取得了大幅领先 当然12600K的表现也很不错 《死亡循环》里面倒是不太能拉开差距 5800X赶上来获得了头名 但是12代还是处于领先梯队当中 由于地平线5还没解禁 这次我们还得继续测地平线4 不过这个游戏更多瓶颈是在显卡上 两颗12代虽然继续保持领先 但差距不会拉得很开 同样来自微软的《模拟飞行》 这个差距就会拉得比较大了 因为优化嘛你们都懂 12900K依然表现最强 但Zen3也不是吃素的 同样是挺给力的 这个游戏里面只有11代和10代受伤的世界就完成了 好的游戏更新之后 《模拟飞行》的优化也算比之前好了很多 至少不会在众生平等30帧了 还是值得表扬一下吧 综合来看12代酷睿的游戏性能 相比较于11代还是强了一大截 尤其是在策略的游戏上堪称是统治级 虽然隔壁Zen3的游戏表现也不错 但总的来说12代还是更强一些 它的确有资格成为最强的游戏处理器 标准带下的性能我们就算测完了 接下来我们不妨来探讨几个有意思的问题吧 首先我知道12代的单核性能很强 但它频率也很高 那么同频下 它比起之前的处理器有多大的进步呢 我们把这次测试当中的四个架构的处理器 都控制在8核16线X4级核 12代只开大核 好个R23来看看 从结果上来看 R23的性能上12代的大核相比较于11代同频的单核 提升了23% 多核的提升幅度还要更大一点 达到了27% 这就说明不仅是单核IPC 超线程的效率也有所提升 和Zen3相比 12代的单核性能优势达到了19% 多核抢21% 和10900K上有着5年悠久历史的Skylake相比 单核直接提升了45% 多核提升了51% 毕竟Skylake的同频性能只有12代小核的水平 这个差距算是可以理解吧 可以理解 如果你对这些数字还没什么概念 我这么说好了 4GHz的12代大核 性能相当于4.75GHz的Zen3 4.9GHz的11代 或者是5.8GHz的10代 4GHz相当于5.8GHz的10代 那你这下清楚了吧 第二个问题 小核是摆设吗 这几个小核到底带来了多少性能提升呢 小核的功耗又怎么样呢 我们也想看一下小核的能耗比 但是12代的CPU并不能大核全关 只开小核去运作 为此我们设计了一个特别测试 来看看小核对性能和功耗的影响 因为电压在全自动的情况下 锐频会让功耗产生更多的变量 所以我们把频率固定在和默认状态近似的 4.9GHz大核和3.7GHz小核下 然后电压按照M14H给出的 1.24V四档防掉压来设置 在大小核一起开的时候 R23跑出了27685分 这个时候的峰值功耗是185.5W 关掉小核之后 分数就只剩下了20349分 功耗是168.2W 也就是说 小核用17.3W的功耗换来了7336分的多核分数 是不是挺划算的呢 作为参考 苹果M1的多核成绩就在7800分左右 它的CPU功耗大概是15W 这样说的话 你应该对这次小核的表现有个大概的认知了吧 不过 这只是3D渲染 对于游戏来说 这个小核有没有用呢 会不会关闭 反而能提升游戏性能呢 实际上并不会 在关闭小核的情况下 游戏帧数和开启的情况下差别不大 像CSGO DOTA 2 这类游戏 反而是开着小核的帧数还更高一些 所以你是个游戏用户的话 你就放心开小核 它并不会降低你的游戏性能 第三个问题 我知道Win11下 12代的表现已经很强了 但如果我就是要用Win10呢 毕竟12代酷睿是Windows PC上第一次引入大小核机制 你肯定会很担心 Win10下面会不会因为小核调度问题导致游戏性能下降 所以我们也用2H2版本的Win10跑了一轮游戏 果然不出所料 Win10下游戏性能普遍是会有所降低的 但似乎和Win11的差距大多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所以虽然我并不推荐你在12代酷睿上用Win10 但反正你要应用的话也 不是不行吧 回答完这三个问题 再结合我们前面的测试结果 我相信对12代的表现已经有了一定的认知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对于英特尔处理器 更有争议的一个话题 就是功耗和温度 在这个项目里面 我们统一搭配风扇满转速的ROG龙神360 2代水冷 在24度室温无空调风直吹的情况下进行测试 12900K在进行10分钟的R23循环测试之后 功耗大概是217瓦 最高核心温度飙到了77度 12600K则分别是121瓦和61度 那么在前几天 大家看到这个泄露出来的200多瓦功耗的时候 都在讨论 为啥i9换了工艺功耗还是这么高呢 但是你现在知道性能之后 我就觉得这个功耗反倒还不错 它在极限性能略低于5950X的情况下 满载功耗也要略低于5950X 同样12600K的功耗也要比5800X要低 这还不算完 我们再回过头看一下CSGO测试时的情况 12代这边不管是功耗还是温度 相较于Zen3都有着相当大的优势 一方面是因为AMD PBO的加压机制 在游戏里比较激进 另一方面是因为英特尔这几年 玩Skylake憋出来的导热秘迹 打磨核心 这次不仅打磨核心了 连千焊层都变薄了 所以如果你用水冷 就会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 按下烤机停止键之后 英特尔这边立马就会降低到室温附近 但是AMD这边的积热就比较严重了 它要好一会温度才能降下去 这个就是顶盖热传导效率的差距了 那么另外还有一件事 12代尤其是12900K 它的默认加速频率和AMD的PBO一样 定的比较灰烬 它的能耗比自然是不会很好看 但是如果你手动调整到一个比较低的频率上会怎么样呢 我们手上这颗12900K的体质分是84分 它的体质就算是还可以 但是也不能算很雕 还挺适合拿来做能耗比测试的 那我们把它降频到4.4G克大核 3.5G克小核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稳过FPU的电压甚至不需要一幅 只要0.924V就可以跑稳 此时R23的循环跑分功耗只有117W 几乎是默认4.9G克下的一半 但成绩却仍有25244分 只比默认状态下低了不到10% 这个能耗比甚至要稍优于不开PBO的5950X 更可怕的是 由于出色的热传导效率 这个时候在360水冷压制下 它的满载核心温度只有46度 那我们再来做一个更激进的能耗测试 如果关掉两个核心 用笔记本12代的6加8核心规格 然后再进一步降低到 大核3.0 小核2.4 減压0.7V 这个时候R23的成绩依然有14000分以上 但它的SoC功耗会降到45W左右 计算核心功耗更是只有35W左右 那作为对比 M1 Max在12000分出头的时候功耗是30W左右 那这俩居然有机会打一架了你知道吗 换句话说这可能就是X86处理器能耗比最接近苹果的一次了 那我必须得说 这个新架构和新工艺确实有点东西 看来新的CEO好像没吹牛 那既然有了这么高的热传导效率 又有了这么好的能耗比 我就忍不住想找一些更离谱的东西来为难它了 比如说这个 这是LGA1200上的原创散热器 用这个散热器去压i9 我想想都兴奋啊 最终我摸索到可以稳定过烤机的频率是4.4加上3.5GHz 这个频率和温度下它的功耗大概是140W出头 在这个原装散热器风扇拉满的情况下可以勉强压得住 R23的成绩超过了25000分 看来12代的导热和能耗比优势 对于ITX用户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 不过一个比较尴尬的情况是首发的Z690主板里面 ITX似乎都是搭配DDR5内存 那我想它要是能出个DDR4内存的ITX主板就好了 节目的最后我们也要来看一下12代酷睿的超频潜力 经过一番调整之后 12900K最终稳定在了大核全核5.3单核5.6小核4.2的频率下 而12600K则是稳定在了全核5.1单核5.3小核4.0的频率下 那这个时候它们的性能都有了不小的提升 尤其是12600K相较于默认状态提升了15%左右 那不管是Cinebench还是游戏性能都进步非常明显 当然我这里使用的是360水冷 那我个人建议超频的频率是 i9你可以去跑5.1-5.2 i5可以跑5.0左右 小核自动就行 在这种情况下 你的i5才算是发挥出了它应有的实力 但说到超频也不得不吐槽一下 这个和AMD不一样 Intel在主板芯片组的功能上一直是非常抠门的 那B660虽然还没出 但是你可以预见的是你还是没法超频CPU 那Z690虽然说可以超频 但是价格可是真的不便宜 所以如果你想要买一颗i5的话 可能就得好好纠结一下主板的选择了 那我觉得这才是真正购买12代酷睿平台时需要纠结的地方 那么这几天的测试做下来呢 12代酷睿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当然这个深刻并不是说它的性能就有多么惊天地气鬼神 或者像Z3那样子当时直接让游戏性能直接卖到了另一个次元 12代的意义主要是在于两方面 那一方面是Intel的产品终于回到了正轨 在Z3推出之后 Intel终于能够再次正面应对AMD的攻势了 这给我们带来的可能是近十年以来最热闹的竞争 何况现在还来了个苹果在另一个次元宣战Intel 那这些激烈的竞争才会为我们带来优秀且有性价比的产品 我是希望看见这些芯片厂商疯狂去内卷 它们卷得越凶残 我们消费者就越开心 另一方面12代CPU的完成度令我印象深刻 不管是新工艺的高频潜力 还有初代大小盒就已经成熟的性能调度 或者说是两年提升50%的IPC 这些都让我对这家半导体大厂重新有了一次信心 这也更让我期待 未来两年的处理器性能会走向何方 已经失效的木耳定律 究竟能不能再走起来呢 视频做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 这次的测试数据量你们也看到了真的是非常大 希望大家可以长按点赞 一键三连支持我们 也别忘了关注极客玩这个频道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